英文漫畫是代表白雪公主的本事 不過縮短了 變得比較像喜劇 這套畫的特別地方 應該會有一些跳舞的段落 有些前歌無期 所以整個氣氛就會變得很輕鬆 很搞笑 大家會喜歡 我的英文可以發音更快 其實每一套舞台劇 在外面做觀眾其實很簡單 但其實去到後面需要很多人配合 才可以做到整套劇出來 我學了很多關於drama的東西 例如怎樣設定台上的設定 還有怎樣去說對白 如果說得不好的人會怎樣說 還有走位那些 還有怎樣去關咪 有時走錯位才知道 有時緊張的事情 我覺得英文話劇可以提高到我的信心 因為由於香港不是一個經常講英文的地方 雖然說是國際都會 但我們主要都是講廣東話 所以就會忽略了英文 平時就不會那麼有信心去跟外國人講英文 或者跟大家對廣東話的人講英文 大家會比較害羞 但這個機會就可以提升 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 在台上講英文 還有我們可以學習到 怎樣去這麼多人裏面做一些畫劇 有團結的心去做一件事 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合作 有些之前都合作過 可能跟未合作過 溝通上就有些問題 有一點點討論都很平常 有幾個年的演唱會 有幾個雞 可以走了 有幾個雞 有幾個雞 好 有幾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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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fam 有幾個雞 加油 有幾個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